女人困在集装箱上 随手把尿布扔进海里 不料粪便分散开后 竟然吸引来几条贪吃的鱼 这一幕恰好被小美看到 饿了几天的她急忙伸手去抓 可距离太远 根本够不着 她灵机一动 做了个简易鱼叉 一头固定好螺丝刀 另一端绑在绳子上 对着下面的鱼耳一下又一下 可试了八百次后才发现 这玩意儿根本差不到鱼 仅存的体力也消耗完了 她躺到箱子上 想休息会儿 突然看到空中有架客机 于是急忙起身 钻进集装箱里 对着液晶电视哭吃就是以下 拿起一块玻璃就往上爬 不料一着急 大腿被铁钉划了到口子 她顾不上疼痛 举起镜片对准空中的飞机 可一点效果都没有 看着腿上裂开的伤口 她回到货舱 拆开电视机 从主板上找到一个弯钩 用耳机上的铜丝当细线 然后把白酒倒在伤口上消毒 她忍着剧痛开始缝合 看着刚出生的宝宝 把耳机线收集起来 编成一张鱼网 第二天她满血复活 小心地把鱼网放进海里 接着将尿布扔了进去 没过多久 鱼儿就被粪便吸引过来 等进去后 她快速收网 拿去生鱼 咔咔就是一顿灶 只有这样 宝宝才有奈何 原来她所在的国家发生了动乱 为了活命 她躲在集装箱里 成了一名偷渡客 可经过一个烧卡时 军方按照惯例对货车进行检查 老大拿着手电筒在里面转了一圈 发现只有几只箱子 对后面藏着的人一无所知 本以为他们能顺利逃走 谁知老大在外面转了一圈 发现有点不对 让里面的人开枪射击 这才知道前面还有五米的夹层 于是来到货箱里 对大家说 我不会伤害你们的 毕竟咱们是一个国家的人 再不出来的话 就开枪射击了 小美听到这儿 一个标点符号都不信 刚爬到上面的木箱上 门就被人打开 长官看到这儿 举起手枪就是以下 接着命令手下开枪扫射 吓得小美急忙捂住嘴巴 随后大门打开 士兵开始打扫战场 还用水冲了冲 关上门后这才放心 没过多久 集装箱就被装到轮船上 此时里面就剩她一个人了 小美整理了下包里的东西 发现有个电钻 一瓶矿泉水 还有支荧光棒 她靠着衣服 迷迷糊糊睡了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 她在睡梦中被人晃醒 头重重地撞到铁箱上 从孔洞处望去 外面雷雨交加 还刮起了狂风 巨星邮轮被吹得不断晃动 外面的几个集装箱掉了下来 小美重重地撞到箱子上 晕了过去 等再次醒来 半个头泡在海水里 抬头望去 集装箱里进了很多水 这是怎么回事 凑近弹空一看 外面是一望无际的大海 换个方向望去 海上还飘着几个集装箱 这下她彻底慌了神 为了活下去 她打开一个箱子 里面装满了保鲜盒 再打开另一个 发现都是衣服 她脱下湿漉漉的外套 换了件新衣服 接着将箱子一一打开 有电视机 水果耳机和白酒 就是没有吃的东西 而最后一个箱子太高 她根本够不着 随后看到弹空往里渗水 她捡起地上的胶带 撕下一段将洞口一个个封住 第二天一觉醒来 发现自己正躺在水里 经过一夜的时间 水位上升了很多 定睛一看 原来昨天贴的胶带被水冲走了 她必须想办法自救 用匕首割断 最后一个箱子的绳索 撬开后发现 里面装的还是保鲜盒 她非常生气 可看到漂浮的盖子 顿时又有了希望 撕开上面的密封圈 用匕首割成小段 塞进弹孔里后 真的能堵住海水 接着找到一根管子 穿过孔洞塞到外面 再用保鲜盒舀水 倒进管子里 虽然排水速度有点慢 但总比什么都不做强 她把两个木箱靠在一起 当作自己的床 然后开始清点物资 有两瓶水 一袋面包 一盒午餐肉 还有一个电钻 这天晚上外面电闪雷鸣 不巧的是小美的羊水破了 幸好她生过两个孩子 相当有经验 自己一个人竟然完成了分娩 看着刚出生的宝宝 她的求生欲越发强烈 拿起电钻 先给货箱顶部开个口子 可随着时间推移 头顶的洞越来越多 而食物却在一点点减少 为了有充足的奶水 她一口气把剩下的面包 和午餐肉吃了个精光 这下孩子终于吃了顿饱饭 可打着打着孔 电钻突然没电了 她顿时慌了神 用胳膊敲了几下 根本敲不动 她发疯似的把东西 扔得到处都是 突然看到盖子上的折叠刀 上面有个小锯子 她用锯子一点点割开钢板 几天下来 终于割断了三面 眼看要成功了 锯子却折了 这下她又傻了眼 现在她又渴又饿 用瓶子装了点海水 刚要喝下去 仅存的励志让她倒在了头上 第二天在睡梦中 她突然被惊醒 抬头一看 顶部正哗哗的漏雨 她急忙伸出双手 捧起一些喝了起来 随后把保鲜盒 放到盖子上留作备用 接着拿起罐头盒 用力一拉 顿时获得了启发 把一块布条塞入钢板缝隙里 双手紧紧抓住两边 用出吃奶的力气往下拽 就这样 钢板被一点点拽了下来 她躺在木板上 死无忌惮地笑了起来 然后抱着孩子 从洞口爬了出去 终于看到了久违的阳光 可食物早就没了 该怎么活下去呢 当给宝宝换尿布时 没想到扔下的布片 竟然吸引来一群鱼 于是用耳机线编了一张网 钓了很多鱼 放到了宝箱盒里 终于解决了食物问题 又在纸上写下SOS 放到宝箱盒里 然后一个个扔到大海中 希望能被人发现 为了能坚持更长时间 她每天都往外摇水 可水位还是不断上升 根本阻止不了 眼看水就要没过箱子了 她只好抱着孩子 来到外面 躺到了集装箱顶上 还用保鲜盒捆在一起 坐成一条小船 把宝宝放到里面 这天她正在忙碌时 突然看到一只海鸥在吃鱼 她非常兴奋 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经过两个多月的漂泊 终于看到了生的希望 随着集装箱不断下沉 水进去的速度越来越快 她想看看里面还有什么东西 不料发现了女儿的照片 伸手去够还够不到 只好跳了进去 抓起照片刚要离开 又看到个装有巧克力的盒子 吃了一个多月的鱼 她不想放弃巧克力 于是朝前游了过去 不料脚被绳子缠住 怎么都挣脱不开 她急忙下去查看 用手也弄不出来 于是拿起小刀 对着绳子一顿割 中间还换了一次气 随后集装箱急速下坠 小船被冲了出去 小美憋了口气 拼命割断绳子 等逃出来后才发现 宝宝已经不见了 她非常后悔与自责 在漆黑的夜晚 根本看不到孩子 这时恰好一条鲸鱼浮出水面换气 喷出的水柱正好刺到孩子脸上 宝宝哇哇大哭起来 小美听到声音 急忙游了过去 终于找到了孩子 她趴在小船上 随着海水不断漂泊 过了一天又一天 她知道马上要靠岸了 凭借坚强的毅力 还在苦苦坚持着 时不时将鱼扔进海里 不知过了多久 空中又飞来一只海鸥 她知道机会来了 又扔出几条鱼 吸引来更多海鸥 而在不远处 正好有艘渔船 突然女孩一抬头 发现了远处的异常 那里怎么有这么多海鸥 于是把船开了过去 到了近前后 发现了上面的孩子 急忙把小船拽了上来 用手一摸 宝宝还有呼吸 附近肯定有大人 这才发现旁边的绳子 一点点往上拽 终于将小美拉了上来 可她早就没了呼吸 女孩急忙进行紧急抢救 在她坚持不懈的努力下 半小时后 小美终于活了过来 等睁开眼时 看到船上的男孩 才相信这不是做梦 而不远处就是海边 看到这一幕 她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人们正在玩水上滑梯 突然一个工人爬上铁架 对准管道上的螺丝 咔咔就是一顿拧 将螺母取出来后 用力把螺栓砸了出去 没过多久 就全部泄了下来 而人们对此却一无所知 当小美从上面滑下来时 突然管道裂开 看到这一幕 吓得她急忙用手撑住两边 可惜力气不够大 管子又非常滑 眨眼间来到近前 眼看要掉下去了 她急忙抓住管子边缘 并不停地大声呼叫 教练听到声音后 立马跑了下来 大壮看到上面挂着个人 一把推开女友 顺着梯子往上爬 让小美再坚持一下 可水还在哗哗地往下流 她快坚持不住了 危机时刻 教练终于滑了过来 她急忙抓住小美手臂 等大壮上来后 两人一起用力 才把她拽了上去 幸好有惊无险 其他人想帮忙 却晚了一步 随后他们来到监控室 找到了破坏者的样子 出来后 看见她正在欺负小美 大壮见此情形 一溜烟跑了上去 剑来人了 小伙转身就跑 跳下滑梯 却被一把抓住了裤子 当滑到下面后 小伙提起裤子就跑 大壮两人立马追了上去 剑逃不掉了 她急忙朝前方跑去 来到滑梯上 开始往上爬 还要躲避上面的人 一不小心就会隐恨西北 幸好两人反应足够灵活 躲开了一次次袭击 小伙一抬头 见教练在前方堵着 她急忙翻过护栏 跳到对面滑梯上 正当她以为逃出生天时 不料小美找到了小黑 见对方滑下来了 小黑伸出双手 一把将她死死抓住 这下她是跑不了了 看完这个短片 你还敢玩水上滑梯吗 男人绝望地趴在悬崖上 一动不敢动 而峭壁上的石头异常锋利 掉下去的话 肯定小命不保 幸好现在是涨潮的时候 她在心中数起了数字 计算着海浪的节奏 当掌握规律后 手一松就掉了下去 重重地落进大海里 这天大壮一个人来到海边 想去冲浪 可走着走着 突然脚下一滑 摔了一跤 随后快速朝下冲去 而地面上是细碎的沙子 根本没有着力点 半天后终于杀住了车 她抬起头 刚想往上爬 身体又开始往下滑 危机时刻 来了个头杀 终于停了下来 正在这时 手机铃声响了 是女友打来的电话 她抬起右手 慢慢拉开拉链 可刚碰到手机 由于少了摩擦力 又滑了下去 幸运的是 在掉路悬崖的刹那 脚有了着力点 这才没有掉下去 可下面都是锋利的岩石 摔下去肯定会粉身碎骨 她的脸贴在沙子上 来增加阻力 一喘气沙子就会钻进鼻孔里 半天后终于涨潮了 她计算着海浪每次冲来的时间 心中有了盘算后 在海浪冲来的刹那 手一松就掉了下去 虽然有海水做缓冲 可她还是撞到了石头上 幸好没什么大碍 保住了小命 她快速爬到礁石上 随后站了起来 刚想大吼一声 突然海浪冲来 将她拍倒在地 等再次醒来后 发现手上有道深深的伤口 腰部也流出了鲜血 脚已经没了知觉 她打开背包 掏出手机想求救 发现手机进水 已经开不了击了 接着脱下衣服 将手简单的包扎起来 而茫茫大海上 根本没有人 她必须想办法自救 随后跳进海里 由于脊柱受伤 脚根本动不了 只能用一只手游泳 半天后 只游了一小段距离 就没了力气 身体慢慢沉入海里 恍惚中 她看到了女友 想到自己还没结婚 瞬间清醒过来 脚用力蹬了下地面后 拼尽全力往上游 这才活了过来 退潮后 她在沙滩上 写了个大大的SOS 等待着救援 此时伤口已经发炎 苍蝇在上面飞来飞去 等再次涨潮时 一个冲浪板被冲了过来 怕被冲走 她拖着沉重的身子 一点点爬了过去 眼看要够到冲浪板了 突然一个浪头 把她拍晕了 随着水面不断升高 她被冲进大海里 这才醒了过来 而涨潮的浪非常大 为了不被冲走 她将背包挂在了岩石上 这时空中出现一架直升飞机 可能看到了沙滩上的车 过来查看一下 可无论她怎么呼喊 救援人员就是听不到 半天后 一只鸽子飞到身边 在伤口上啄了一下 剧烈的疼痛让大壮醒了过来 随后用力扯断背包 掉到了沙滩上 此时海水已经退去 她又渴又饿 捡起地上的一拉罐 发现里面都是海水 根本不能喝 又找到一卷锡纸和木头 她打开锡纸 在地上挖了个坑 把36度的液体排了进去 没想到尿出来的是血水 看来受了内伤 随后把锡纸盖在身上 可还是冻得瑟瑟发抖 突然空中出现一道闪电 她掀开锡纸 扑到洞里 准备接点鱼水盒 又把杯子放到岩石缝隙里 接着张大了嘴巴 而闪电逛了一圈 灵星的下了几滴雨后就走了 她端起杯子 一口气喝了个金光 然后把锡纸上的水舔干净 幸好这一夜她挺了过来 这时鸽子又飞到进前 一点点靠近 大壮抓紧手中的木棍 偷偷看了眼 趁鸽子不注意用力一砸 不过速度太慢 鸽子飞走了 正在这时 突然手机响了 她急忙扒开沙子 拿出手机一看 是父母发来的视频 可无论她说什么 对方就是听不到 难道话筒坏了吗 既然能收到视频 为什么不打电话求救呢 最重要的是 手机没有卫星通话功能 这可能是最后一次见到父母了 大壮流出了伤心的泪水 不过她没有放弃 一点点朝前爬 来到冲浪板前 终于看到了一丝希望 很快又到了涨潮时间 求救信号被海水淹没 三天滴水未尽的她 已经产生了幻觉 这时突然看见了船帆 在强烈求生欲的驱使下 她把绳子缠到手上 一点点往海里爬去 随后趴在冲浪板上 用出吃奶的力气朝前滑 可滑着滑着 抬头一看 发现小船不见了 身上顿时没了力气 趴在冲浪板上飘了半天 然后落进大海里 手上的绳子也脱落了 而此时上方出现一艘游轮 一个潜水员跳了下来 抓起大壮后 给她带上了氧气罩 随后推上挤救车 把她送到医院里 这才见了一条命 所以买个防水 且有卫星通讯功能的手机 是非常必要的 毛毛电影 带你走进电影人生 嗯 嗯